两家关联公司国库控股和国民投资机构 窥卖一家本土时装电商平台的股权 惊动了反贪会 当局证实已经立案彻查 这宗涉及公共利益的交易 而国库控股则坚称 脱售股权让新股东 引导有关公司发展 是负责任的退场机制 国库控股和国民投资机构 投资本土时装电商平台Fashion Valet 结果质亏4390万令吉引起哗然 反贪会今天证实 已经立案调查这两家主要关联公司 反贪会首席专员丹斯里阿战巴基 发表简短声明 强调这项调查至关重要 因为此事不但涉及公共资金 也攸关公共利益 当局承诺必定会秉公处理 以专业方式插个明明白白 此外阿战巴基促请公众 给予当局空间彻查此事 不要做出诸多议策 也不要对事案者进行公审 在反贪会出面介入之前 国库控股抢先一步灭火 强调脱售Fashion Valet的股权 是负责任的退场措施 文告解释 当初有一名经验丰富的本地企业家 先议国库控股收购并注资Fashion Valet 国库控股看重有关公司 拥有400个品牌和15000个商品 而且年营业额估计增长6重 于是在2018年出资2700万令吉入股 没想到新冠肺炎加剧业务挑战 迫使Fashion Valet 专注于旗下两个自家品牌 以维持利润和现金流 然而Fashion Valet未能止血 2022到2023年 在艰难环境下筹资 后来国库控股考量到 Fashion Valet急需资金运转 投资持有期限 也已经达到目标限制 于是脱售股权给其他公司 让新股东引导有关公司的发展 国库控股承诺 作为主持人财富基金 必会继续以负责任态度 进行投资并管理资产 为国家创造长期回酬 昨天Fashion Valet的联合创始人 拿督法扎鲁丁和拿丁威威尤索夫 公开道歉 这对夫妇表明 会对投资势力负起全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roeders 您最后一张的建议 不吝点赞 订阅 判赞 订阅 就会有这个 buena 订阅 是暂时就会重置